欢迎收看人才永续会客室 我是主持人彭云芳 我们谈人才永续 但是在这个大缺工的时代 有很多的雇主们其实忧心的事 得先找到人才能永续 那么吵死话那么严重 到底人要从哪里来呢 您知道吗 其实乔委会扮演了很重要一个 把乔生信回台的重责大任 但究竟他们是怎么样 让人能进来并且愿意留下来 还要用台湾的教育资源 把他们转化为中阶以上的专业人才 这其中的人才策略 我们今天就请乔委会来跟我们说 我们邀请到的就是乔委会的委员长徐嘉青 委员长你好 云芳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为了要让大家能够快速的 来认识乔委会 所以我们准备了快问快答 委员长 你准备好了吗 我们的规则就是 题目出来以后 5秒钟之内 请委员长把这个答案赶快说出来 在10秒钟之内要答完 非常的紧凑 而且第一题马上就开始了 准备好了 那我们就看第一题咯 第一题请问委员长 请说乔委会的各部门名称以及职长 我们有5个业务单位 5个幕僚单位以及2个任务编组 5个业务单位分别 乔名乔商乔教乔生 以及我们综合规划 哇太厉害了 非常的娴熟 第二题 请问乔委会 在2023年预计要吸引多少乔生来台 而且当中预估会有多少人愿意留台工作 今年约有1万人来到台湾 已经超过 那么我们希望未来他们有8成的人可以留在台湾 8成啊 这是相当惊人的数字 好我们马上来看第三题了 委员长太厉害了 为了吸引乔生来台就读 中央政府编列了多少预算 今年有5亿5000万 那我们连续4年到2026年 总共要编36亿 哇这么多的预算 这么多钱 我们待会要好好请教 这钱怎么样用 并且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第四题请问委员长配合国内需求 有开设哪些专班吗 我们有主要两种专班 一种叫做三加四的采息专班 另外一种是企业合作的四年学士班 这两个都是希望能够吸引海外的乔生 来台湾受很好的技职教育 真希望他们蜂拥而来 最后一题这个关键题了 很大的题目叫做 乔委会近期的重要工作事项或目标有哪些 两项大家非常关注的 一个就是人才的培育 刚刚提到说我们乔生如何来到台湾 接受好的教育 留在台湾工作 第二个大的任务 是我们在全球的华语市场上 如何替台湾的华语市场建立品牌 这是我们两个重要的任务 简单而要 但是内容非常的丰富 这些宏大的目标 我们待会就在人才会课室里面好好谈一谈 也恭喜我们委员长 你已经满分过关了 谢谢 近几年来我们都知道台湾的人才市场 真的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因为真的我们前面也说过 少子化真的是太严重了 在这么严重的少子化的危机当中 我们还发现就是半导体产业 实在是一个诱人的大漩涡 所以把人才通也都吸过去了 让其他的产业说实在感受到莫大的威胁 那这个其中的解方之一 就是我们要从国外去把人才找进来台湾 并且能够在台湾长居和发展 这是一个很好的解方 但是这到底要怎么做 我们先请委员长来跟我们谈谈 从国外进来有很多是新移民 但是我们桥委会找了很多的桥生 对不对 你帮我们解释一下 一个方面来比较 这有什么不一样 那我们桥生是不是有占什么优势呢 桥生跟一般的外籍人士 最大的不同来自于说 他们或许都是过去已经有华语的基础 以及他们在生活习惯上跟台湾的文化比较接近 因此在适应上面相对是比较快速 而且基于有这样一个文化的元素在 也带有在海外不同国家的元素 因此他们这种multiculture 多元的文化特质 会相对的使得我们的系业 在进行各种跨国的这一些商业的行为的时候 相对他们是更加有竞争力的 所以他们其实来到台湾 是不是在文化上面 还有在血缘上的各方面 都感觉比较亲切融入的比较快 我们现在已经不太讲血缘的这个问题 因为以现在的这个世界来说 大部分的人口 已经经过非常多的移动跟交流 那么所以主要我们是在说文化圈的概念 那文化圈的概念就是说 来自于哪些的饮食生活节庆等等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来建构这个彼此之间的这个文化上面的融合 那台湾其实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文化 能够在一起共融的社会 那么所以尽管这20年来 已经有非常多的新移民 在这20年当中快速的增加 但是国内可以看得出来这种移民产生的冲突 相对是比较小的 那这代表着台湾的民间社会是非常成熟 台湾人就是好友善 对没有错 这个是我们非常大的优势 正因为我们大家的这种包容性高 友善 对待外籍人士 对待不同的族群 因此我们在这个互相共融共和的方向上面呢 就会有一个比较快速的这个方向 那因此我们的乔生来到台湾 读个三年四年五年 很多人就会因此爱上台湾 不想走了 但是过去的政府呢 我觉得有点傻 因为以前为了这个劳动政策 要优先给本国人为由 总是让乔生呢 一毕业就离开台湾 纯粹来台湾受教育 受完教育以后回去了 离开了 好可惜哦 那有很多乔生事实上受了好的教育以后 他事实上是一个人才 那没有机会在台湾发展 只好回到自己的母国 或到第三国去 那因此呢 这样子的人才流失 其实对我们来说 我们觉得非常可惜 就是说 既然我们已经用了这么多的教育资源 来培育他们 而不让他们就留下来 跟我们一起打拼 超级缺人现在 所以因此在这几年当中 蔡英文总统高度的重视这样的一个 人才培育的议题 因此我们跨部会的 从国发会以降呢 规划了一个整体的政策系列 那么包括教育部 外交部 劳动部 经济部以及侨委会 我们都在这个整体的系统里面 必须帮台湾来培育各种的人才 从初阶中阶到高阶 我们都需要 都需要 而且我们很希望我们的企业主体 爱用我们这些很好用的侨生 事实上企业 过去侨委会很少有机会 跟国内的企业产生大的一些联动关系 但这几年来呢 我们有感受到 国内企业呢 虚财恐急 因此呢 甚至有企业直接找上门说 我们侨委会有培养很多侨生 这些侨生要怎么样 才能够reach得到 到我们的公司企业上班 那我们都告诉他们说 我们在政策规划上 有几个主要的专班 那这些专班呢 大家可以去做 直接的对接行动 一方面呢 是让学生在就学的期间 他就有机会 透过实习 提早进入对职场专业的了解 另一方面 我们也要继续让他们 维持一个好的教育的品质 所以我们还是很坚持 每一位侨生来到台湾 受教育的过程呢 一定要达到一定的时数 一定的水准 那么他们同时呢 由于有些是来自家庭经济 叫困难的家庭 因此我们在给予的 学费补助 或者给予的一些工读计划 乃至于当到企业实习 这个在在呢都提供了 这些侨生来台湾就读 一个非常大的诱因 好多的工作项目 现在侨委会还真是不一样了 行政院日前通过扩大侨生来台策略 预计要在短短时间之内 要投入30多亿元的预算 这个预算到底有多少 然后要怎么样来运用 我非常好奇 魏延长跟我们说明一下好吧 是我们这个四年的中长成绩计划 目前的编列预算是36亿多 36亿多 对 那么第一年呢 我们是用了5.5亿 那么这5.5亿在第一年呢 基本上有两块 一块就是我刚刚讲的两种专班 我们会分别补助他们在学费上面 让他们在这边求学的时候 不用担心学费的问题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为了吸引非常优秀的孩子 来到台湾求学 因此我们也寄出一个高额的奖学金 奖学金应该要的 是的那除了我们专班以外 我们原来就有一个系统性的 叫做一般侨生来台湾念大学 因此我们现在寄出的这个高额奖学金呢 是真的不少 一年呢 我们的顶尖奖学金有26万台币 四年就高达104万 优秀吗 优秀 值得 一定非常优秀 而且因为我们这个计划一开始发布以后 国内呢有30几所大专院校 他们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 所以大家都进来说 他们也要加入 再多加码50%的奖学金 因此呢如果在这个被录取之后呢 他们就有机会 可以最多领到160万左右的奖学金 那么这四年呢台湾的学费老实讲并不多 那么生活费相对也不是太高 所以他们这160万的顶尖奖学金 不但可以cover还可以存一桶金 还可以存一桶金 对 那么第二层级的呢 当然这个顶尖就是要非常优秀 都是各国的顶大的学生嘛 我们当然希望是可以这样子 我们还有优秀的奖学金 叫做杰出奖学金 四年我们给40万 那么学校呢是加码50% 所以给20万 总计四年是给60万 那我们也估算过就是说 领了杰出奖学金 基本上在台湾呢 不需要打工 学费跟生活费 是足够可以全部负担 那以这样的一个规模来说 希望说让海外多一点侨生 会将台湾的高等教育 纳入他们思考的范围 所以我们从今年开始呢 就希望说在一般侨生的部分 寄出这些奖学金的计划 那么对于这个刚刚讲的 三加四的产息专班 当中我们也是要吸收优秀的学生 所以再加码 只要被录取 又再给他15万的奖学金 除了他来读书完全免费 那么他在这个读书期间呢 可以到企业去进行这个实习 那实习期间呢大家以为说 哇那学生实习是不是所得的这个收入会比较低 事实上我们为了要保障学生的权利 所有跟我们参加计划的企业 都要比照我们劳基法的标准 他的员工给多少薪资 他就要给我们的学生实习 一样的薪资 待遇 福利 休假 完全比照办理 劳保 劳健保这是不在话下的 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 产息专班 企业合作学士班 逐渐的打开知名度 让我们很多南向的国家 尤其是在东南亚 有非常多 以所谓的制造业为主 那么他们也对台湾的科技发展 心有向往的孩子们 开始愿意到台湾来 哪些国家多 我们在越南 菲律宾 泰国 缅甸 印尼 马来西亚 甚至柬埔寨 辽国 都有学生来到台湾读书 那么甚至印度的学生 也来台湾 数年在增加中 那所以我们看得出来 一般侨生的部分呢 过去他们已经知道说 台湾在medical school 医学院 水准很高 我们在半导体的培养人才 水准世界第一 对 所以渐渐的非常多的这个年轻人 把台湾的这个在医疗 学术跟半导体 电子电机这一方面的学习呢 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范畴 那么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加加上我们的奖学金计划 我们认为呢 未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 会到台湾来进行高等教育 为了把这些人才留下来呢 是啊 我们不能说把他们培养个七年四年 就让他们又回去了 谁可败不行啊 太可惜了嘛 对不对 他们留在台湾 语言文化生活都非常适应了 所以将来我们有相关的这个政策制度 也要配合进行修法 所以国发会事实上现在正在做研议 让所有的这些乔生呢 外籍生呢 只要在台湾完成学业 那么他们在一定的时间内找到工作 工作满五年 我们就给他们永久居留权 那这个就是希望说 台湾在人力相对比较减少的状况之下 我们要从各种不同的面向上 来补充人力 那么这种人力的培养呢 我们希望当然是要折忧嘛 折忧太弱的过程当中 就是要有一些好的政策来做引导 我们很好的诱因 把他们请过来 他们的父母家长都很放心 来到台湾以后呢 他们一路又都很顺遂 那我们的这个计划 是不是有一个预期的成效 我们希望能够留下多少人 我们这个计划当然从今年开始执行 希望说到达2030年的时候 这个政策的目标呢 希望有八成的学生 八成的学生都可以留下来 那比方说今年以第一年的扩大实施计划来说 我们的一班乔生 加上我们的这个产息专班的学生 企业合作的学士班学生 如果以一万人来计算好了 我们很期待他们在四年或七年后 他们留在台湾的人数呢 可以到达八千人 这是我们的目标 那当然我们每一年呢都会调整 我们在招生的原额 以今年来说我们是定在这个目标 那明年呢我们又把自己的这个数字往前变高 希望说人才的进步呢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成熟 所以明年一定有比今年可以多到一千两千的 我原来讲把自己的目标定得很高 我们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很清楚的方向 那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就是说 第一年奠定基础是最困难的 当然 而且疫情刚刚结束 所以老实说我们在海外的同仁 大家也是真的非常辛苦 我们也跟很多过去合作的这些校友会啊 或者是一些各个学校的保健单位 都有非常好的一些长期的互动 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宣传 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招生宣传计划 我们是用七个语言在宣传的 除了我们传统的华语之外 我们还用英文 英文免不了 这个国际语言的这个交流比较方便 同时呢我们针对这些南向国家 比方说马来西亚跟印尼用的就是马来语 那么泰文当然一定要有 越南文也一定要有 缅甸文也要有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增加各种不一样的语言 让我们在第一线的同仁跟家长 跟学校老师跟同学在沟通的时候 这个资讯呢可以精准快速到位 方便的说明 对让他们呢就在这个资料里面找到方向 那么他们可以上网站进一步了解 不管是用这个QR code 或者是用website 都可以很快的呢 找到怎么样跟我们报名 太好了 那我们还是有征选的过程 那当然 不是报了名就一定会上 我们有最好的机会 我们要留给最好的人才 然后来了之后呢 继续培养 然后呢 不要走了 刚才我们听到委员长 跟我们讲解了 这个乔委会所做的工作 我有种感觉 好像直接跟国家的发展啦 教育啦 劳动啦 各个领域全部都跨在一起了 对不对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说 乔委会做这么多的工作 那非常好奇的 这样请教您 就是那我们所引进的这些人力 能够溢注到我们国内产业 大概有多少呢 然后值啊量啊 就像您讲的 我们通通都要控制 通通都要把它拉伸起来 是 我刚刚提到说过去乔委会 也没有想过有一天 我们国内有这么多的企业呢 对我们产生兴趣 没错 以前都只往外发展 跟外面的企业结合的 是 因为台湾从早期的 这个做制造业的工业为主 那么逐渐的提升到 现在是做科技型产业 那这过程当中呢 人才就变得非常重要 因为在新的这个时代里面 研发 你以这个台积电来说 它一年的营业额 高达了几个兆 但是它要从这当中呢 拨8%的数字 永远维持在做这个研发 这是为什么它可以领先全球 在所有的市场上独占凹头 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因此呢 我们的企业界近年来 他们也逐渐理解跟掌握 这样的一种脉动 大家知道说 要把台湾当作是一个研发 创造 设计 行销的基地 那么在制造端呢 可以到全世界的市场端 去进行投资计划 那因此我们培养的人才呢 品质 任性都要很够 那乔生呢 我们有观察到一点 非常优势的地方 过去觉得 乔生可能到异乡他国异地的时候 是不是他们的学习成绩比较不好 那是过去的印象 那事实上呢 我们根据这几年的观察呢 发现我们的乔生 也由于他们是离乡背景 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们都非常努力 反而更认真 成绩绝对没有 比我们的在地本地生来得不好 甚至呢 他们有的人的成绩呢 还比本地生来得更好 那他们平常呢 除了读书之外 他们还要工作 打工 赚自己的一点 生活费零用钱 不要再跟家里伸手 所以这样子的年轻人呢 培养出来的这种坚毅的力量 往往比我们本地的孩子呢 更成熟 成熟的更快 因此呢 很多企业都跟我们说 哎 拜托乔委会多培养一点 我们很喜欢禁用乔生 而且乔生还没有毕业 就急于跟这些乔生说 你们毕业了 优先留在我们企业好不好 所以从实习开始 这些乔生就很受到我们的企业欢迎 那再加上说 他们有些呢 除了英文跟这个华语讲的好以外 他们还有第三国的原来母语的程度 这也是个优势 是 不管是在越南啊 在印尼啊 马来西亚 缅甸 是 泰国 泰国 这些不同的语系 他们都已经拥有优势了 所以他们有多余的能力 又有多元文化的社会了解 因此厂商如果说要在海外做据点的开发 或者做行销的时候 反而这些呢 变成是他们很好的一个管理方 代表我们台商的国际人才 是 所以这个国际人才呢 近年来就变成我们企业界很爱用 还真的有企业的这个大老板说 我可以给你吃个饭吗 我就说 我知道你们想要什么 我们会尽力培养 但是吃饭是不用的 而这些人才来台湾久了 说实在了 日久他乡变故乡 也开始觉得在台湾 他们这就是台湾人了 代表台湾企业 真的是乔委会一手把他们拉拔出来了 我们也跟他们感情很好 就是说逢年过节 我们都会给学校呢 做一些补助 希望说这些孩子在台湾的时候 能够受到一些关心照顾 比方说我们这个农历春节 大家在团聚的时候 这些孩子没有回家 那我们怎么样给他们安排一个 大家聚餐的机会 中秋端午 总有一些联欢的时候 让不同的这个乔生呢 总是来自同一个故乡的时候 它聚在一起 彼此之间有那种温暖的感觉 所以我们除了在这样子的一个逢年过节的补助以外 我们也提供他们一些公读的计划 有些孩子平常在学校读书的时候 可能生活上比较困难 除了我们补助学费 除了他去企业的实习 他如果还行有余力想要多打一点工 都给他机会 都给他机会 帮他协助 完全还发挥了这个 好像妈妈照顾远来的孩子一样 当自己的孩子照顾 因为我们都能够体会就是说 这些年轻的孩子他们其实未来发展的潜力是无穷的 可是在最初阶的这个起步阶段 如果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协助 将来他们就会为我们社会带来很多正面的效益 所以宁可在这个阶段呢 给多一点点这样的关怀 补助 关注 让他们呢 对台湾的这个认同度 跟感情越深 无论他们将来是否真的留在台湾 永远都会对台湾这一段学习的日子 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真的是为台湾的人才永续扎稳了这个马步 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委员长 我蛮好奇的就是在我们侨委会 跟很多的侨商合作 有哪个地方我们的侨商是最多的 我们在全球的侨民分布来说 北美洲 加拿大跟美国 所占的人数是最多 高达将近六成 六成 对 其次是在亚洲 亚洲也占了三成 那么其余的四大洲呢 包括大洋洲 包括欧洲 中南美洲及非洲 过去都有鼎盛时期 在90年代2000年的过程呢 那随着这个经济 跟他们的这个移民目的已经达成 所以都有一些消涨 那所以这四周的人数 都快速下降的这个趋势 但是欧洲呢 是增加非常多 增加呀 增加 对 那增加非常多的原因呢 我们也看得出来就是 过去这几年 有不少从中国的台商 移转到东南亚进行投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在东南亚的这个亚洲部分 就会增加非常多的这个台商投资 那这些台商投资的计划呢 也在在都会带动我们国内外 海内外这些人才的流动 那因此过去以这个制造在中国为主的这个系统 慢慢的已经移到了南向国家的这些发展当中 所以我们在这几年看到我们在南向国家 包括越南啊 泰国 马来西亚 印尼 菲律宾 甚至缅甸 甚至印度 印度 对 都渐渐的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投资计划案 那么侨民的人数也在上升 那因此培养出来的这些第二代的台商 年轻一辈的就也会越来越多 第二代到第三代都已经有很多 比较早期的移民 两百年三百年前那个我们就先不讲 那当然就数代了 那在美国跟加拿大来讲呢 事实上也有一些消长的变化 过去在加拿大的移民人数相对比较高 但这几年呢 也随着他们教育移民 投资移民的任务已经完成 所以第一代的呢 又有很多回流来台湾 是 或者是他们就移到美国 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美国的人数呢 基本上还算是在一个相对稳定成长 不是很快速 是 那所以以商业的这个性质来说 我们在美国的从早期留学生 或者说拿一只皮箱 从天下去做贸易的这个很多台商呢 在美国拥有这个居留权 甚至是就是所谓绿卡 或者在当地申请移民的 这个比例是相当的高 那么以美国来说呢 从早期从做这个贸易 那到现在呢 已经逐渐从科技的投资 你以这个加州来讲 是 北加州呢 就是这个新创很重要的一个基地 那我们都知道说 矽谷这二三十年来 快速地带动全球的这个经济发展 那也因此呢 我们刚好在这个移民的波浪当中呢 我们有相当的人数呢 是在这个北加州 旧金山的矽谷这一带 所以在这边的企业发展 就显然有些不一样的形态 从早期是做贸易 到现在逐渐发展成新创投资 贸易型的中小企业 到现在新创型的 无限潜力的企业企业 都有我们台商的足迹 而且到这几年呢 因为疫情发生以后 大家知道说这个产业链的嫩性 跟供应要从长链变短链 因此呢 非常多的这个系统的需求 比方说台积电 他就到美国的亚利桑那州 去进行设厂 那么到九州日本去设厂 甚至近期可能要到欧洲 德国设厂 那这个都是一个要供应在市场端 能够快速 而且是有嫩性的提供 高阶产品一种布局的计划 那一个台积电去设厂 不会只有台积电 因为它上中下游的 一年串的 对 这个条产业链就会整个过去 所以带动台湾近年来 这种投资呢 就快速的增加 那当然欧洲方面呢 这几年彼此之间的双向贸易额 跟欧盟真的增加非常非常的多 除了欧洲区域各个国家来台湾 投资风力发电 来做绿能的投资 创下史上新高之外 我们台湾各种的电子科技的系统 去到欧洲设厂投资的比例 也逐年一直在上升 所以欧盟与台湾之间的这个关系呢 经贸投资可以说年年在成长 那这几年成长的速度特别的快 那美国的部分也重新有在发展 快速起来的这个迹象 所以这个在在显示就是说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新南向 对 哇这是一波一波的 是所以三大系统也就是说 台湾是一个相对土地不是很大 人口没有很多的国家 但是我们的优势在于说 我们很重视人才的培养 那么在人才培养之后呢 我们又适当的让他们能够有发挥的空间 所以以我们乔委会来说 我们从三年前开始 我们就创造了叫做清商潜力之心 就是希望让这些在海外的第二代 他们在事业开始起步一个阶段以后呢 透过这个奖项 给予他们专业的咨询跟辅导 我们给他们找好的业师 然后有财务管理的 Marketing行销的 帮助他们 陪伴着他们成长 在他们起步的阶段 或者转型的阶段 让他们走向一个更不一样的发展方向 都有我们的助力 所以我们今年已经到第三年 清商潜力之心了 前阵子我才跟他们颁奖 我当中呢讲了一个例子 三年前大家都知道还在疫情当中 当时有一位 我们这个清商潜力之心 必须只要40岁以下的 这个青年企业 那么他当时从事的餐饮服务业 几乎是趴在地上 他都觉得他已经没有机会了 没疫情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来申请我们的这个奖项 他也得奖了 得奖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给他进行 一连串系列的辅导 其实我没想到 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除了得到专业的益助 他也得到了一些资金的益助 那么同时他就开始开展新的店 一家一家在美国 开始发展起来 东岸西岸 通通有 那么准备要在明后年要进行上市 哇 所以你看看短短的这几年当中 是 他在今年我去探访他的时候呢 跟我讲了一个于衷心上的话 他说我们从来没有想到 一个这样的奖项会改变我的 哇整个career 是 对不对 对 所以他说他非常感谢我们 给了他这样的一个奖项的机会 让他从几乎趴在地上的时候 可以知道怎么站起来 而且可以快速的往前跑 所以有这个例子 我们也得到非常大的信心 就是鼓励我们年轻一辈的这个 企业专业者 不管你是从事哪一方面的 有适者之进程 而且一定要想办法 从新的创新模式里面 找到市场的定位 重新去布局 相信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 渐渐的你找到自己的方向 那个发展的速度呢 一定会超过以往所想象的 所以类似青商潜力之星 就是我们在培养第二代第三代 对对对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海外的台商 不要再像过去只有做OEM ODM 对 时代不一样了 对 代工的时代呢 你的利润就是很低 对 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们很多隐形的制造冠军 那这些隐形的制造冠军是有能力的 是 剩下的是他们在研发跟设计上面 还有Marketing品牌的经营上 可能还没有到一个专业的地步 没关系可以找乔委会 我们有很多可以辅导的资源 我们乔委会也是在三年前同步开办 叫做海外金瓶奖 那这个海外金瓶奖叫台湾Prim 跟经济部的国贸局办的 台湾Excellent意义是一样的 但是外贸协会所承办的这个 台湾Excellent 是对我们国内的厂商 那 乔委会办的这个台湾Prim 对的是在海外设厂的厂商 那么在海外设厂 那么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制造自己的品牌 所以要来跟我们申请这样的一个奖项 它基本的条件就是 第一 你不能再次做OEM 你要有一个自己的品牌 哇 第二个呢 你要在海外一定有生产的基地 是中国以外的生产基地 是 那第三我们会鼓励它 就是说它能够在台湾建立它的一个研发办公室 让过去从Made in Taiwan 走向Made by Taiwan 到全球的这个布局 所以这个TaiwanPrim的目的 也是进一步提升我们海外台商 整体性的 不管在制造业 科技业 各项服务业的素质呢 可以往前迈进 让世界对于台湾的这个改变 是从我们这个一般日常生活 消费就可以感受到 这样子的一个进步 我们看到乔委会真的做的事情 然后完全是扎根造 您刚才说的虽然是在三大洲里面 但是这个三大洲 我们做的事情 可不是只跟他们做做联谊 看看他们好不好 我们根本就是辅助他们 然后一路带着成长的 能够做的事情很多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乔台商们 如果有任何的需要的话 可以跟乔委会这边来咨询 有好多的可以辅导大家成功的好案子 接着我们想来了解的是 乔委会跟我们乔台商 有很多的这个合作方案 它具体的内容大概是些什么 而且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来提升乔台商的国际竞争力 由于台湾的这个对外输出贸易 以及投资逐年一直在增加 那这几年虽然疫情有所影响 可是台湾好像不受影响 持续增加 始终是我们的骄傲 是 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人才的需求量就会非常大 不但是国内企业 海外的台商都一样 所以我们积极地培育这些乔生 主要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够 让他们在这些产业里面 成为一股最大的胜利军 那有了乔生 他们不但是刚刚讲的那些优势 语言优势 文化多元的优势 所以他们进到企业里面去的时候 不管在台湾或者回到原来的母国 也表现优异 都表现得非常好 这是我们海外台商也非常喜爱的 因为他们觉得说 与其从台湾请一个台湾的管理人 去到那边重新适应 不如让这个年轻的乔生 已经对台湾又有所了解 专业训练 对又在当地国家 本来就出生长大的 这些年轻人做更好的一个角色 所以不管在国内或者在海外 我们的企业对于乔生的这个需求 可以说是与日俱进 那也因此让乔委会在这上面 也感受到很大的压力 因为很多人都想要来跟我们说 可不可以再加码 可不可以再增加 一直要找您吃饭 我们会尽力来培养学生 那同时也会扩大这个招生的层面 所以不只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新南向国家 其实我们一般乔生是来自全球的 我们甚至最近包括大洋洲 澳洲纽西兰 真的有好几个年轻人 真的选择到台湾来读医学院 读这个电子电机的科系 可能很多资讯产业 甚至金融方面的 就是说他们已经意识到 台湾在某一些专业的领域里面 其实是领先全球的 即便在他们现在所居住的地方 有很好的高等教育的机构 但是相较之下 台湾的CP值 绝对高于他们 所以这个逆流的状态呢 就在这几年开始形成了 过去侨民是往外流出 我们现在是侨民往内流入 我觉得蛮有趣的 您刚才提到CP值 是 所以我们也很高兴就是说 台湾作为一个移民的社会 事实上几百年来 一直有新的移民加入台湾 那么也有很多的移民选择到海外 可是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 大家都会因着局势的变化 产生的移动性 由于这四百多年来 台湾的移民一波一波不断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台湾人的 血液里面 已经都留有这种基因 没错 就是会接受挑战 到不同的环境里面 这种移民的因此呢 已经在我们的文化 在我们的教育传承当中 是一代一代下去了 所以过去比较多是往外移 现在是有些二代三代 开始往回来到台湾 那所以以这个就业金卡来说 它基本上提供的是给 外籍的高阶专业经理人 是 可以快速的进入到台湾来工作 那这几年疫情当中 其实也没阻碍他们脚步 没错 这个就业金卡短短的五年间 现在已经有高达八千多人 高级白领 对 那台湾不是只有高阶的人才需求 我们中阶跟初阶的需求 其实也很高 也很大 对 所以包括台湾很多的观光餐旅 是 这个服务业 是 都需要人才 那这些人才的品质 也要有一定的水准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 乔生的招募跟教育培养 提供了双向都有优势的机会 寄给这些优秀的孩子不要因为家庭经济的不足 而降低进修的机会 同时呢 也给我们国内企业带来一些新的人才进补的机会 是 这些人才如果有心要回到他们的母国 对我们的当地台商的发展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企业指标 所以我们在这来回之间呢 是透过这种不同层次绵密的交流 来让我们所有的海外企业呢 可以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把台湾就当作一个品牌的概念来行销 是 所以现在从过去是叫做Made in Taiwan的MIT 我们要进阶到Made by Taiwan的MBT 那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就是说未来在一个发展的趋势当中 台湾就是变成是领导品牌 是 研发设计 占有市场一定的这个地位 这样的一种角色 我们不求数量上要多大 但是我们求在关键的位置 扮演一个核心的角色 真的 总想这个对我们台湾整体的经济发展 对我们台湾的关键的国际的地位 是 我相信都会有居足轻重的影响力 很重要 我们今天听到委员长在跟我们谈这个 乔委会的角色 竟然能够做到这么多 把人真的通通都吸引进来 然后呢 还要把他们留下来 甚至呢以台湾为基地 向全世界辐射出去 把台湾的力量 带到这整个世界去发光发热 完全都是用的是台湾的教育资源 这真的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非常感谢委员长今天跟我们来说 做了那么多的说明了解我们的人才策略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所有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